在中共当局宣布正式废止劳教制度后 虽然部分被关押的劳教人员得以重获自由 但是他们在劳教期间所受到的身心摧残 却也成了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 日前有着人间地狱之称的 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公开索赔 东明曾被关押的人员联名要求当局 追查马三家劳教所违法和虐待劳教人员的事实 并且要求追查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支付国家赔偿 曾被关押在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多名维权人士 郝威、朱晓明、刘玉玲、李文娟等人 日前联名在网上发表了马三家受害者劳教赔偿声明 声明中他们控诉马三家劳教所多项违法违规现象 并要求当局为他们平反和恢复名誉 赔偿他们肉体和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 郝威指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内 被非法劳教现象极为普遍 很多人甚至连最起码的劳教手续都没有 就被公安部门随意找个理由关进劳教所 声明中还列举马三家劳教所 常年不提供热水 强制抽血 不给体检 强制带病做劳动等现象 导致很多人离开劳教所时 身患传染病或重病 甚至得了癌症 声明要求当局必须追究违法官员和公安系统的刑事责任 同时给予受害者们国家赔偿 这个批准劳教的劳教委员会 他们应该就他们的批准行为造成公民的权力受损害 比如说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 他应该承担这种平常责任 在执行这个过程中 有些具体的劳教人员 他们因为殴打虐待的行为 他们应当被以至于有责任 然后造成人员损害 经济损失 经济损害的劳教所 应该承担这种平常责任 具体抓的人他要承担这种责任 为了呼吁当局彻查马三家劳教所 这群马三家受害者们四处奔波 但四处吃闭门根 我们原来是打算走法院不走信访 但是法院不给利害 我去了好几趟司法部的信访 他直接就告诉我们了 年初因为媒体报道的马三家报道 他不认可 说是辽宁政府的行为 他把责任全推给辽宁政府 大陆维权律师江天勇指出 司法部的说法纯属诡辩 因为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 只属于辽宁省劳动教养管理局 而劳教管理局又只属于辽宁省司法厅 而且中共维稳一向是从上到下一盘棋 地方工检法司法部门 往往秉着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的旨意办事 怎么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卸给地方政府呢 江天勇认为 马三家存在的罪恶 中共从最高当局到地方政府都有责任 新唐人电视张天宇 肖宇采访报道